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好 观众朋友平安 欢迎您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节目主持人 前自先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是评论员陈辉文 大家平安 还有局势专家施孝伟 大家好 以及评论员黄伟翰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各位观众朋友 昨天303全台大停电 你家有没有电 你有电可用吗 我们全台湾有549万户 昨天惨兮兮 无电可用 每个人都遇到很多的状况 今天我们就要问了到底谁该负责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经济部长汪美花 恐怕到现在都还搞不太清楚 因为昨天晚上9点半 他开记者会说明 除了宣布台电董事长还有总座要请职下台之外 他自己是要自情处分 只是非常尴尬的一幕出现了 记者会一开始就有意外 他愣住了耶 不会处理 我们来看看 我也在下午的时间 也到省政院跟苏院长做报告 苏院长做报告 市长 总经理也有跟我表达 要自请请辞 以事负责 当然我也有跟院长表达要自情处分 这个议题是指有没有缺电的问题 今天很抱歉我们今天是确实是我们 误操作的这样的情形 造成我们这样的一个电力 这个受损的情形 所以并不是缺电的问题 是故障不是缺电 所以鸡牌不请了 还有刚刚一开头 你看到那个隔板 像我们新闻大白话中间 来宾之间也有隔板 隔板怎么都没有年老 整个这样飘下来 真的好危险 万一弄到眼睛怎么办 这个王美花愣了三秒钟 所以从小看大 到底我们的经济部 我们的台电 这一相关的 像一个肉掌一样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那昨天你听到王美花讲说 他会自情处分 那台电董事长 总经理已经请辞了 我们就要问 所谓自情处分 到底会怎么处分 政务人员适用之惩戒处分 我们去查了一下 有两种撤职以及申戒 要看你犯的错 你这个负责任到哪里 不晓得苏贞上会用撤职 还是申戒来办王美花 那你可以做什么样的陈储呢 包括你免除他的职务撤离 撤职剥夺或者是减少他的退休 兴奉等等 减奉罚款以及申戒 不知道 当然可大可小 那行政院现在都还没有回应 不知道他做什么样的陈储 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 苏贞昌说已经请台电 把这个调查报告写好 然后经济部拿来给他看 三天之后 我在想我们都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 你不赶快速战速决 因为很多人都说王美花应该下台 连阿扁前总统都发声了 那当然我们要看到总统蔡英文 今天其实他看起来也蛮生气的 因为一早他改变了他的行程 跑去高雄的新达电厂巡视 他一再道歉一再道歉 这画面好熟悉啊 我们来听听看 首先对于昨天的停电事故 造成国人同胞度不变 我要表达歉意 特别是停电时间比较长的 南部县市的乡亲 我更要表达歉意 那有两次这样的情况 我想不只是民众很难接受 我也很难接受 观众朋友你看到后面这一段 是2021年的513跟517的 两次大停电之后 蔡总统说遇到这两个事情 遇到这两次停电 我感到非常抱歉 大家都很难接受 连我都很难接受 拜托还不到一年 才半年多又发生这么一次大跳点 而且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多 越来越深越来越光 我们受到的损失也越来越大 民众还要忍耐吗 或是民众还要 这个觉得说没有关系吗 再给你一次机会吗 我不知道台湾人真的是 非常的温良恭敬让 你不能接受 王美欢也不能接受 大家都不能接受 那民众就该接受吗 我们来看这一幕 这是发生在昨天新竹的一个 国中的一个管弦音乐的一个比赛 新竹市成功国中正在演奏 才刚刚两秒钟就断电了 那一场演奏非常精彩 我们来听听看 我们来看到 这个国中生是来自新竹的 成功国中的弦乐团 他们准备了好久好久 终于可以上台比赛了 没有想到在礼堂 比赛才刚刚拉开第一身音符 整个室内漆黑一片 伸手不见五指 可是学生们非常镇定 大家继续把这一首曲子给拉完 其实蛮感动的 我要讲的是 我们台湾的政府做完 真的好烂 可是人民的素质非常高 来 请教韦翰 我没有想到 前子会把那个影片Cue出来 昨天其实 如果说在这个三三大停电 有什么事情值得大家 大家还有一点点觉得说 小小安慰 会觉得说值得称赞的 就是新竹县的这个成功国中 他不是高中 国中生而已 其实我听了好几次 昨天那个影片 很感人 我在想 因为我们用机器拍 肉眼可能完全不见 可是他们现场 可能还有一点点微光 可是各位朋友 电突然没有以后 他们完全除辨不经 继续把他的演奏给完成 应该要有电给他们演奏的 可是没电了 对不对 然后他们还继续演奏 所以大家给他们一个赞 应该有电了 但是没电了 那部长该怎么样 当然就是下台 李世光他在5月 8月15号2017年 那一天大停电 8月16号就下台了 一天都下台了 为什么王美花那么多次 还没有下台 所以其实这重点就是 没有要去逼王美花做什么事 因为你是承诺大家的 我昨天在我们大阪 他就跟大家讲了 并哥收到司机牌 我说王美花一定不会请的 他一定会解读说 没有缺电 我跟郭董赌的是台湾缺不缺电 可是台湾都不缺电 只是机器坏掉了 你说这五四三的 你直接告诉我们 台湾有没有电就好了 民众是要有电 就像你今天跑到一个餐厅去 他说小龙虾吃到饱 你到了现场以后 你钱也付了以后 没看到小龙虾 不好意思 我们货运的今天就是迟到 所以他没有送来 没有送来 你就不应该收这个钱 你说台湾要有电 没有电 你就应该负责吗 我跟大家讲了 一个都还没有被讨论过的话题 原本在去年的12月18四大公投之前 王美花在内部被点 因为跟蔡总统关系特别好 说是不是出来选县市长 我们节目还讨论过 12月18四大公投以后 那已经不只是选县市长了 其实锁定的往上更高 是直辖市的层级 现在还代表他 他这样子他怎么选直辖市的市长 你要让郑文燦哭吗 所以基本上 你今天就应该下台 你说我把这个跳电的事情 不管怎么样设备的事情 把它做好 很简单 你把KBS定出来 这我跟对朱立伦要求是一样的 我今天当经济部长 我要给台湾多少电 那你说归于回流 现在目前很多分母变大 分母变大有分母变大的做法 你不能跟大家讲台湾不缺电 信誓旦旦还对赌鸡牌 同时一旦没电 你会讲说那家伙没地带 没有这种事 所以今天因为没电了 民众昨天 尤其在高雄跟屏东 还有那个下午电回来以后 到了晚上又停的 为什么他要轮流限电 然后那种剥夺感会觉得 看着那个新闻 台北101还在点那个蓬佩奥 为什么我们这边没有电 他那个剥夺感是会很严重的 我相信对民进党而言 现在不让他 王美化部长请辞下台的原因 只有一个 就是因为他跟总统的关系特别好 今天换了其他任何的 别人当经济部长 早就已经下台三次了 可是这个事情 蔡棠才 蔡卡锡 这也是我常讲一句话 蔡总统继续撑住你的人 你居然真的把他推出来去选年底的县市长了 你说他会选得好吗 因为民众会觉得说 他的反应其实没有那么好 他的这个民意没有那么接近 他在四大公投的那个说明会当中 口才其实还不错 所以大家觉得说王美化不错 可以一站 可是你今天遇到的事情 你把这个经济部长 事情处理好 跟大家报告 而且你在保证之后 不会发生跳电 或是停电或缺电的状况之下的时候 你把这个经济部长给辞了 我今天并不是说我要把他赶下台 而是你没有做到你该做的 刚刚那些小朋友他们该演奏 没有电了 他还是继续他该做的事情 人家做了比他更多的事 他还可以讲说裁判不算 因为下面还有裁判 我们从来等有电的再来 可是他们继续把它完成 后来他们好像拿到了大会的特别奖 那今天你保证 你还没保证就算 你还保证台湾是不缺电的 然后现在大家没电了 以后还要解释说 是设备坏掉也不算缺电 那大家当然是生气而成是加三级 那王美化部长现在目前他不肯下来 或是说他没有想到说 他应该要请辞 而不是自行处分 什么叫自行处分 你今天是政务官不是事务官 政务官就是要就做 要不然说你今天对于台湾的 电力的配置的设备 你觉得说应该这样做 然后上面行政院长不同意 或总统不同意 你就不要做了 这叫政务官 但如果说执行了你的 整个配电的方式 但是配电跟供电还是不稳 因为可能设备坏了就没有了 那表示你的政策是错的 那你就要为政策负责下台 不管是哪一种 已经那么多次没有电的状况发生了 不要讲是缺电还是怎么样 简单讲三个字叫没有电 既然没有电 王美化就应该要请辞下台负责 我们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 我们这个社会就会往前进 小朋友他该演奏的 该拉提琴的 他继续演奏 继续做他自己的事情 我们社会往前进 可是梅花部长 你答应我们的事情没有做到 这个没有人投票给王美化 所以伪汉呼吁王美化下台 我没有意见 但是经济部门台电 要来考察一下 你看我们这都不会倒 这个板子 很危险 人家国民党立委发鸡牌 签止你 我也叫人帮忙拿 我们拿了一块 你要发给我们 是不是 基势无辜的这样 基势无辜的 蔡总统打脸的很严重 才跟工商大佬谈 工商团体谈缺电的问题 他说这个能源转型 这个就是文不对题的 我讲一下赖清德 赖清德他在当台南市长的时候 台南一条西叫三爷公西 改天卸荣街来你可以问他 赖清德很自豪 他说这个淹水30年都没办法处理 我就把它弄好了 我把这个淹水给治好了 结果后来下雨还是淹水 赖清德就是这样子的人 赖清德接林全当行政院长 林全那时候说五缺 缺水 缺电 缺地 缺工 缺人才 五缺 赖清德接着行政院长说 五缺我都解决了 你都解决了 昨天怎么会这样子 所以赖清德就是这种水平的人 大家就认清楚 不过刚刚伟翰讲这个我 因为前准我打听一下这些数字 你也都会看到后台的资料 其实没有很生气 哪有什么民怨哪有什么破表 你说民众不生气 它是发生在坠率的地方 有反应在你的YT跟收视率上没有 就是之前552的那些人 有部分回来看 还没有回到那个时候 817根本停电脑停个几 前准你自己讲 是蔡总统任内 是王美花当部长第一次跳电 第一次没电吗 第三次 不是 光蔡总统就四次 王美花我就不谈他 因为不重要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民进党还是赢 不是吗 观众朋友我有讲错吗 四大公投三接跟电有关 核四也跟电有关 都是民进党赢 所以可以推论的是 这个跳电 这个没电 不管你怎么行动 反正昨天就是这种状况 会不会影响到年底的九合一选举 会不会影响到2024的这种 不会 因为之前都跳过了 就是我们的爱与包容 发挥在这个地方 所以今年年底的高雄 因为现在距离民调还很远 高雄市长谁当选 还是陈其迈 不是这样子吗 肚子扁扁也要投阿扁 身无分纹也要投蔡英文 跳个电影也没怎么样 只要老共不要打过来就好了 最后票还是投给民进党 根本就没想到 那些聊天室 明远很沸腾的字 他本来就不喜欢民进党的 民进党跳电 然后把他骂一顿 然后大家解个气泄个粪 我看不出来说这个影响 不是鸡牌的问题 也不是王美花问题 我要告诉大家 我的结论是这样子 这个刚尾翰提到 这个整个能源政策的部分 是民进党的神主派 2025非核家园 2025 所以观众朋友 我们2024还有机会 抗中保台 待会我们谈乌克兰 抗中保台是错了 非核家园也是错了 我们能够踩刹车机会 是2024把民进党拉下来 然后赶快调整方向 你硬着头皮去做非核家园 他已经证明他做不到 你又要做 不要这样子 给台湾一个改变的机会 抗中保台的结果是什么 乌克兰打仗 然后全世界很关心我们 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也是错的 还有机会可以改 是 我想问一下校伟兄 你觉得这个缺电 或者是说跳电 没有电可用这件事情 难道都没有造成任何民怨吗 还是一般人都原谅 其实像这个事情说 真的还蛮复杂的 因为现在大家对于这个供电问题 就是很大一个问题就是说 大家其实真的搞不清楚 因为电是一个科学 八电与否是一个科学 你要多少电厂产生多少电 但我们不得不否认 就是现在执政党 他真的其实还蛮会 说服民众的 也就是说 大家可能听了 那个执政党税铁以后 就相信他 但其实以台湾 现在的能源配比来讲 甚至于你说在军事上来说 都不是一个安全的一个状态 例如像台湾现在 靠非常多是靠天然气 天然气未来在 执政党的能源论述里面 要占到快50% 但是大家知道吗 我们最近要加入制裁 俄罗斯的行列 我们每年跟俄罗斯 是买蛮多天然气的 10%对不对 这样我们的10% 对 这些天然气怎么办 当然你可以透过别的方向 跟别的国家加码购买 也是可以弥补回来 但是我们讲到就是说 今天天然气 在国防上面来讲 它之所以脆弱性在哪边 就是你一个天然气船 万一被人家攻击了 或是万一今天攻击军 知道你 你这么大的用电的配比 是用天然气 那很简单 你大概有八九七八成的船 是从中东回来对不对 你只要在中东 因为现在我们最大的对手 解放军 他们在阿拉伯海 有定期巡逸的巡逸支队 就是专门对付海盗 这个他只要如果跑去 把我们的天然气船抓起来 那说真的 我们两个礼拜 被他抓个几次 到我们就麻烦大了 所以这个东西 变成说民众还没有实际 面对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往往真的不知他的轻重 是 我要再请教一下伟翰 伟翰 是不是我们讲过很多次 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安全 尤其是能源的这个安全 其实蛮脆弱的 可是民众没有办法赶投身手 昨天被困在电梯里的 昨天摸黑卖小吃 昨天被迫没有办法做生意的人 其实没有反应在 是不是也就像这个 这个慧文讲 不会反应在年底的投票 或是2024的投票上 我觉得其实民众 不见得生活很满意 你没电了 大家一定不高兴 不方便 而且有一些 那些可能是餐厅 或者是饮食店 他冰箱没电以后 他肉可能会坏掉了 他整个星期都没了 那他不会 大家不要解读成说 这个事情其实民众没感觉 而是说是什么事情 以至于说这些民众 对于民进党的 这一些施政上的不便 像之前疫苗没有买到 像我们鸡蛋也真的难买 那他不会因为说 像慧文哥讲的 就政府不好 所以我要换人 因为他对于 要替换这个政府的其他选项 看起来很不相信 现在没有 那问题是没有 我要把话讲清楚 这个也是民进党 他长期以来 他把人设 就国民党就是中共党 他就是中共通路人 所以民众不想把 这个执政的权力 交给其他的政党 台湾民众党也一样是槟榔 一样是百里透红 都是除了我以外 都是中共通路人 我就说这种状态 在选举的时候 他可以常胜 我不敢讲永远都胜 常胜 常常胜 可是打仗了以后有什么用 打仗了以后那些 被你讲成中共通路人 跟你一样在这块土地上面 那不团结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才会讲说 面对战争跟面对选担 是不一样的状况 那以这个状况来讲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王美华部长 他现在没有下台 这个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2017年的那个李世光 经济部长他下台的时候 是因为那个整个在 中油设备在更换的时候 他跳掉 他大谈电场跳 这个跟经济部长本人无关 可是是不是就是部长负责 那部长一负责以后 接下来是不是各个单位 就要上警发调 不要再发生这个状况 为什么王美华不下台 是 短说 李世光现在是工研院董事长 兼支撤会董事长 越来越好 但前置你刚刚讲那句话 我要回应你 你说政府很烂 然后人民的素质非常高 我想请问你何以见得 小朋友 土变不经继续拉琴 那你只有那些小朋友而已 只有那些小朋友 你不要来这堂 最后投票是投民进党 就是伟汉刚刚讲的 这无所谓 忍一下就过去的 逆来顺受 就看见民进党 其实不是蔡总统做得好 也不是民进党做得好 是顺民太多了 好 我们下一次的 这个就用选票来让辉文知道 其实不见得是顺民太多 好不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